《專家開咪》 繼續回來這一段《專家開咪》 想問一姐有沒有流港消費 特別是我們說要振興夜經濟 夜奔分活動 有沒有出去增加銷售情況 我每天都在街上 每天都預備消費 我的寫字樓就在商場旁邊 以前是在商場核心 所以我時時都是支持香港經濟 但你現在寫字樓是在新商場 特別多人去那裡打咳 說到商場請來這位專家和我們討論 就是信號集團資產管理董事 蔡碧琳女士 Hello Bella 你好 一說購物大家都很開心 先問Bella 剛剛內地一連八日的黃金週假期 昨天結束了 服償之後首過的十一黃金週假期 我們看到街上人流的確是多了 你們自己看人流和整體商場的消情是怎樣 我先說回整體數字 我們看到頭三天都接近45萬左右 但出現的人數都是有100萬 70多萬 當時的數字 你看到這個比例 大家不要擔心 其實過往的圖案都是一樣 其實都是一對一點的 出去的人是比進來的人 是真的少 以往也是 以前也是 以前也是 貴士是其中一份子 他也是外訪人客 這次數字的比率是高了 這是事實的 大概是1.89度 根據政府的數字 現在我們覺得消費模式是不同了 我也覺得大家作為一個地產商 都要出一下自己的招數 去吸引你的人流 你也看到他們現在很喜歡 自己選擇一些他們打卡的地方 說到好像受歡迎程度 就比這個九龍沒有那麼理想 有些信息 為什麼呢 其實一樣東西都是看你的基建先 你看到你的基建 其實高鐵效應 真的是一個轉變 令到遊客很快就下來尖沙咀這一帶 去看看會不會有些購物可以做到 我們託來託來 我們商場的地點都受惠 有鐵有船 有鐵有船 有船什麼都有 巴士都有 OK 所以就都看到人流都是有一個增長 我們看到十幾二十個百分比 不同的地區 其實那些消費 就是個人人均消費 這次來講 你覺得買的人均買的購物那些人 那個消費強不強呢 都是 這次呢 你見到 真的是 首飾的那些 就差不多 是 iPhone 15又出了 是 那裡也有少少幫助 就是電子產品方面也很厲害 是 另外 挺好的 這個服裝 也有些增長 另外 吃 吃就真的最好 因為每個人都下來都要吃了 就算你是購物 可能Windows購物 其實你也是需要醫肚的 是 所以食肆方面也很重要 對於商場來說 你們商場 剛才也說了 騙埔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商場應該有不同的定位 其實你們這次的部署是怎樣的呢 我們也是跟著政府的部署來走 有一個都幾開心的 最重要就是有香港人特色 那個沒有火龍 我們沒有了一條電子龍 這個LED龍 真的是講道理 那裡的人流升了45% 剛剛那裡區也是有很多食肆的 所以那條街有那些食肆很受惠 這件事都很開心 有熱鬧 對 下次來就是萬聖節 是 Halloween 正在香港才有一個特色 是啊 十月底 很快 十月底 其實也是 聖誕 聖誕 也是香港的氣氛很濃厚的 你會見到我們是比內地這件事 就升一籌 那一會兒我們應該是吸入客多了 因為是西方節日 很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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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觀察一下一些外地遊客 特別是內地旅客 在一個救物或旅遊模式上 有沒有什麼轉變 特別是在疫情之後 我們就見到多了一些人 在不同的地方去打卡 也都透過他們一些社交媒體 或者小紅書 去找一些不同的景點 這個對於你們在商場的部署上 有沒有不同 有 有 第一件事 就是現在我見到這個社交媒體 的威力是非常龐大 其實你見到 女法局他們都用了很多小紅書的圖 去做這件事 我們自己都有的 我們自己都 有小紅書這個圖經 去推廣一下我們的公開 另外就是 你見到他們很喜歡打卡 你真的要有一些特色的東西 是令到他們可以來那裡打卡 因為他們來的日期是縮短了 你會見到 這是第一 第二 它的消費是真的低了一點 是 你不可以說低很多 因為其實數字都出來了 大概10%左右 那你就要把握這些數據 去令到你的商場 去迎合它的需求 嗯 其實它的服務 或者它的應變 都是要 要計算以前 就是長一點 它過夜的 現在不是的 可能它因為有高鐵效應 交通方便 它可能來半天 即快來快去 是的 因為是不同 以前我們覺得是要過夜的 現在好像就 不需要過夜了 我24小時通關的 那我一早來 拖完行李 晚上就會走 那我們就要在這個日光時間 但是捕捉到他們的事物 是的 其實我自己也出去看看 其他地方 有什麼特色 香港 我先不要說 廣告有什麼特色 其實香港有一件事 真的贏得很重要 基建 效率好 效率好 那我真的 我去了澳門 我真的搭不到的士 是 走的 Bella 澳門這麼小 不用搭車 它的地方小 但是它的建築力是很大 但是每件事分佈其實是很遠的 走是很辛苦的 所以我看到香港這些特色 其實大家真的要把握著 既然政府已經這麼好 建了一條高鐵給你 我怎麼可以把握高鐵 又可以令到它去其他的地方 接駁地鐵都很好 接駁地鐵都很好 很快 去到你可以到達的地方 我覺得這件事香港是贏的 剛剛Bella都說了 很多事情他們都配合政府去推動經濟的情況 其實今年 航州亞運 其實香港隊都拿到很不錯的成績 其間也有不少大型商場 你們也有直播不少的賽事 特別是港足方面 贏了伊朗隊 大家全程都很高興 當日 其實你看看這些成效方面 對於商場方面 投放的成效又是怎樣 我們就很支持這個體育 所以我們在某個商場 都已經很大力的推廣 直接找到 有些是找到球迷來的 不是只是亞運 做一個氣氛 亞運有張家朗 我們英超都有 是 變成當日都很開心 我們找到亞斯爐球隊的人 我也有朋友在亞斯爐球隊 很開心 很開心 大家很有氣氛 去做一件事 人流一定是帶動了 是 起碼就知道 我們旗下的商場 是很積極的推廣運動 那我那個商場 也是很家庭的 所以我覺得整件事 都是幫到我商場 是不是跟商場的主題 和部署上 都是配合的 都是的 其實整個陣子都放了很久 因為我那個商場 真的有個四百三十吋的大件事 不是一個是兩個 我在不同的位 我就會放不同的事 這些都是之前有眼光 定位做的 但是現在也有新定位 政府好像搞夜經濟 搞地攤 我們說攤位 會不會跟你們的商場 爭爭你們的商場的客戶 我又不會覺得 因為我覺得百花齊放是很重要的 第一件事就是 以前我們的香港 我們記得都是很多日生活 日日新歌 只不過我覺得現在你好像一個 緩醒的一個信號 緩醒的信號 就是說 其實我們都有一些節目 可以讓你去 有一個消費的 政府行一套 我商場也可以行一套 其他的retailers 他都可以行一套 其實也有一個問題 我都想問 很多人說商場那裏 有時候 早上我都見到 不夠人手的問題 那些店舖請不到人手 開不了很晚 就是商場如果開夜 好像沒有人 有些店舖要關門 因為人手一間兩間的問題 這個在商場你們的看法 可不可以開夜 是不是要早收了 還是可以去到夜 有些人說走到十二點 我們去杜拜兩點半才購物 我忘記了 香港究竟可以去到幾夜 是受制於什麼 人手是一個 真是一個issue 你真的要看看 我覺得這個問題 是開始解決著的 就是聲音 由我們聽到開始 到現在 是淡化了 就是比較淡化了 當然 有輸入勞工 也有些人 也都去完內地之後探親 是回來了 其實我們經常說人手問題 這個都是比較複雜的問題 我們休息回來詳細說一下 好的 繼續回來這部份 就是專家開咪 我們專家有這位嘉賓 就是信號集團的 資產管理董事 蔡碧琳女士 Hello Bella 你好 Hello 剛才休息之前 跟她談到人手方面的問題 各行各業 其實一談到人手 都很頭痛 包括了我們傳媒行業 想問一下Bella 其實現在在商場方面 營運上 其實你們人手主要 最缺是哪個範疇的呢? 我們人手方面 你看到保安 人手是比較緊張的 但是我們很智慧地 用很多智慧功能的科技 保安也有智慧 人手嗎? 有 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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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也是的 都是趨向要科技化 是 我們都是看我們的行家學習 譬如你要看到 現在你去食肆的時候 有很多送餐的那些 都是一些機械 去送到你的手上 我都有問過 究竟是否真的有成效 答案是真的有的 或者你排隊 去拿票 管制人流 去落單 都是用一部機器可以搞定 是的 其實那件事是 原來是你有一個習慣 你就可以養成 是真的培養出來的 事實是 我們的樓面 很明顯 你不用有樓面 跑進廚房 拿送 這個時差 這個工作量 如果用機械人代替 其實都節省了不少 是的 還有我們人手方面 我們借鑑 我們保安方面 都是一樣 你用那些打卡 即是行間 或者是你問路 那些是全部可以機械化的 這個真的是 問路 我還沒玩過 還沒玩過 那阿姐 我想要你去商場 試一下 我整天不懂路 我太懂路 所以我不用問 是的 真的有用的 有時候 現在去到 不要說什麼 近來我們科技化 以前那些concierge 都不是容易請的 要上單 那很好 現在的科技化是 如果你用某一個功能 某一個電子商 去買 在我們商場買的時候 我們就第一間 就可以即時上單 那便省了你去排隊 那便快很多 有時候你看到這麼長龍 你都不想排 即使你有優惠給我 要我浪費整個小時在排隊 我都不想排 是的 例如保安還要交管理費 你都要跟他聯絡 現在我們也是 總之你用手機 一個手機在手的話 其實你去交管理費 你也是快了 真的沒有手機不行 對 對 我也很開心 我都知道有QR Code 什麼都拿個Code來 對 對 對 我們剛剛也是 在十一黃金週的時候 我們都同時推出了我剛才說的幾件事 包括不用去排隊去上單 買了東西就馬上可以拿你的分數 不是拿一加分數 而是拿三加分數 就是我自己的旗下信我 商場電報 還有電子商 你真的要去尋求多些科技 去幫助這個人手問題 既然是這樣的話 人手方面 都可以用科技的配合 政府也說要推動 晚上夜奔分活動 其實商場方面 在這方面又要怎樣配合 我剛才說過 其實你要留意一下政府的步伐 那你可以有些什麼 我們可以叫做槓桿島 你就槓桿了它 剛才那個火龍仔槓桿了它 另外就是Christmas Halloween也是 都是你去槓桿這些節日 去令到你的商場的人流會多了 另外我覺得 其實這個框架是告訴你 都是百花齊粉 你自己自由發揮 你自由發揮 香港人的精神就是什麼 要自由發揮 靈活 你要靈活 你要靈活想這件事 其實晚上出街 你想想他們想做什麼 吃宵夜 開心 聽音樂 玩一下 看電影 在背下喝酒 你自己看電影 看午夜場 那時候 例如燒魷魚 有很多事情 不過我都很久沒有看過午夜場 真的 看電影也少了 你這樣說 我覺得商場競爭都大了 雖然我們香港地方很小 但是近年也有不少的新商場落成 至少最近也有兩個 其中一個也是阿姐的辦公室附近 其實你對於有些新商場落成 怎麼看競爭和挑戰呢 我覺得挺好 其實在這個假期裏 除了看自己的商場 都去看別人的商場 真的很多人 香港人真的會很新鮮地去這些商場看的 我覺得他們的F&B都做得好 是 見到他們 例如他們的Food Court 或者他們的食肆 或者他們的擺位 都做得很理想 我也覺得他們現在的新 尤其是我們所講的 我們其他新商場 其實是比較和環保和日光 比起以前的商場 密封 現在的光線和周邊環境的連接性 開放性 好像是改良 她不靜止 我覺得我欣賞她 是跟她自己的根 她的heritage 她是用布的 她是用布去做她的商場的背景 這麼仔細 我真的沒看到 我們只是人流太多 我們有職業病 我們有職業病 我要去仔細研究一下 是 這件事都是 她說了她自己的根 我覺得她真的做得很好的 但這個問題就是 香港競爭都不大 如果我覺得 以我們消費者來看 搞不搞得怎樣 隔離輪市 真的你剛才說 我們的基建太好 令到我們那些人 一上去過境 又回來 那個都很大 其實我們覺得香港的商場 面對國內的大商場的競爭 你覺得是怎樣看法 我們自身有什麼優勢 我們自身是優勢 但是交通兩邊都很好 我覺得有些香港特色的東西 是真的內地沒有的 我們也有很多主題的地方 也不一定在商場裡面 你自己可以真的去 因為交通這麼方便 你就去那些地方 周邊不同配套 周邊不同配套 還有我們也很忠心 你變成這一站 是可以是 你很多站裡面的一站 那你都可以 可以留港消費 可以在這裏香港去消費 又或者吃完東西之後 在這一站裡面 吃完東西之後 我們先去其他不同的周邊的地方 都是的 還有香港吃一號 就是有些信心 是的 我們香港一定要有些信心 就是說 我們都吸引人的 雖然呢 我們現在覺得 就是說 我們講很多負面 就是說 我們香港人不上了 其實都有人南下的嘛 為什麼 是不是應該講一下 南下的人 都有的 不只是單純 是的 我自己的感受 這個不代表任何人 譬如說 內地有沉浸式的享受 我們有沒有跳出式的遊覽 你可不可以想一些東西出來 去令到大家都可以 吸引人家的眼球 留在香港 香港是有一個很密集的一個景點 真是令到大家可以有很多的發揮空間 吸引都要做一些宣傳策略 要讓人知道我們做了些什麼 我們要說好香港故事 今年你們在宣傳推廣方面開支的預算 跟去年比較 甚至可能跟疫情前的比較是怎樣 我們跟疫情前的比較 一定是實斷了 現在大概是講回 以前的2019、2018的時候的洗費 但是我們擺位有些不同 我們亦會借力大力 我剛才跟電子商 因為他都想做王 有很多你的夥伴 有很多不同合作的夥伴 有很多不同合作的夥伴 可以跟我們大交去一起做這件事 所以那個洗費方面 我會多放在Digital 我先了解一下 剛才你說跟很多不同合作夥伴去合作 通常是你們找他們 還是他們找你們 兩家都尋求大家 是不是電子消費方面 其實現在都是一個很大的發展空間 見到不同的商場 其實無論不同的商場 都會有一個APP 做會員 當中有儲分 會有一些不同的優惠 其實接下來的大趨勢 是不是都會持續 一定會持續 我們跟內地 內地就是直接帶手機出街 等於一起 香港現在都是繼續 但不行 香港如果沒有手機的話 真的不能出街 香港開始是這樣的 我都說我媽媽 我的媽媽 都開始是手機不離手 長者都可以用得很厲害 是的 其實有些辦法 他們現在做到 老人家 你不需要那麼多把面 你不會簡化把面 其實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到 我覺得這個趨勢是大趨勢 所以你剛才說 會不會只是人家找我 其實不是我又找人 人家又找我 即是雙向 還有一拍即合 我這次跟電子消費商商商商 很短時間 但你們網絡也很大 他也很大 真的兩家合成 威力就更大 要大家互相配合 互相配合 互相配合 其實都會把香港的故事講好的 香港的旅遊都會做好 最後想問Bella 其實既然看上去 前景方面 大家都樂觀 怎樣看現在出租的情況 或者租金的走勢 現在我出租的路都九成二十 那租金大概等於疫情前的 看看什麼場合 接近八成的 那接下來的前景呢 前景我都覺得樂觀 起碼已經開了關 起碼的人都說開始會 不是說報復式消費 起碼他們都會消費 起碼現在十一黃金周剛剛過了 聽回來 其實都比五一黃金周多了人來 人流方面多了 我們就算目測都見到 希望越來越好 政府亦都在施政報告裡面 看看有沒有措施 可以為及整個經濟情況 今天我們多謝你Bella 多謝你 看看節目時間也差不多了 拜拜